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猎王记下》第十八章 《猎王记下》第十八章总共有三十七节 这一章的内容在讲 讨神喜悦的犹大王西西迦 所治理下的犹大国 面对亚述帝国的威胁 我们来把这一章分下段落 我们将它分成三段 第一段是一到六节 犹导王西西迦 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第二段是七到十六节 西西迦面对亚述的威胁 服软 向亚述王纳供 第三段是十七节到三十七节 亚述王不满足于西西迦王的供物 亚述人的大军前来围困耶路撒冷 我们今天所选的要节三节到六节 圣经这样说 西西迦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 他废去秋坛 毁坏住相 砍下木偶 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 因为到那时 以色列人扔向铜蛇烧香 西西迦叫铜蛇为铜块 西西迦倚靠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在他前后的犹大猎王中 没有一个及他的 因为他专靠耶和华 总部离开 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在前一章 也就是《猎王记》下第十七章 讲到了北国因为犯罪 被神交付在仇敌之手 他们在亚述帝国的强大军事打击之下灭亡 从第十八章一直到二十章 经文就讲到了 南国的王西西迦统治下的犹大 从君王到百姓 都行耶和华眼中抗伪政的事 因为犹大的国王和百姓 有着不同的生命 于是他们就有着 与北国截然相反的遭遇 那便是 即使在凶猛的亚述大军的包围和攻打之下 仍然得到神的保守 耶和华神救他们脱离了仇敌的手 我们大家在读经的时候注意 从本章一直到二十章 与以赛亚书三十六章到三十九章相同 另外也可以参考历代之下的二十九章到三十二章 大家在读经的时候可以将他们比对一下 找出相同和相似的内容 我们说《猎王记》下十八章到二十章 是非常精彩的 有关犹大王西西家的故事 圣经的作者记录这一段 有着非常美好的意图 那便是 借着犹大的历史告诉我们 以色列的国王们全都是不好的 因为不听律法的话 不守于神所立的约 又不听神借着先知带来的劝告 因此就遭受到神的审判 可是圣经作者同时告诉我们 在犹大的君王中 大魏的后裔中却有着好的君王 他们因为投靠神 所以就有着截然不同的生命表现 经历和结果 所以从本章 我们看见 西西家王的表现 蒙拯救 以及从神得帮助 都是对那败坏的世代 起到提醒和鼓舞的作用 其目的是在告诉我们 从君王到百姓 以及整个的邦国 最为关键的方面 是在于人 是否全然顺服忠于神 弟兄姐妹在读本章时 特别注意有些重要词语的应用 像反复出现的 以靠 靠 救 拯救 还有另外的短语 像亚述人告诉以色列人 你们不要听 这些词汇和短语 都出现过很多次 我们接着就先来看一下第一段 南国游道王西西家 讨神喜悦的若干方面 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六节 我们注意到圣经经文的描述 从对神的信靠 以及对神话语的忠诚的方面来看 西西家王是犹大历史上最好的一个君王 他的一生虽然也有小小的瑕疵和不足 但事实上已经很难得了 他即使到了晚年也不离开神 所以这就是第六节所说的 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 这方面就不像有些犹大王 起初信靠神 到了后期却离弃神 所以圣经的作者有意的将他和大卫王相比 说他效法大卫一切所行的 圣经当中给予君王赞许的 像这么高的 另外还有三位 他们分别是亚撒王 约沙法王 还有约西亚王 大家分别可以参考 列王纪上十五章十一节 历代之下十七章第三节 还有列王纪下二十二章第二节 然而大家注意到 这几位王都是大卫的后裔 都是犹大的君王 西西家王对神的忠诚 可以从几件事上来看 首先圣经说 他废去了秋潭 打碎住下 砍下木偶 特别著名一下 这里所说的木偶 就是亚舍拉 按照我们复原 当日以色列百姓在秋潭的敬拜 可以客观的说 秋潭仍然可能是敬拜耶和华神的地方 但问题是 他极容易被用于异教的崇拜 所以这就是在耶路撒冷统一敬拜的作用 因为可以得到大祭司 祭司们和立位人们忠心的按照真理的监管 就不容易在信仰上出错 西西家王所做的第二件好事 是他打碎了摩西在旷野所做的那个铜蛇 大家参考民数集21章4到9节 假如经文没有在这里交代 我们还不知道 那个铜蛇一直流到了西西家年间 这个铜蛇在西西家年间 已经成为以色列百姓的信仰上的绊脚石 人们把他当作偶像 向他来献祭 有专家和学者告诉我们 由于蛇在古代加拿人的信仰中 是多生育多产的象征 所以此时 当南国犹大的百姓在敬拜铜蛇的时候 已经忘记了律法书中摩西原本造铜蛇的目的 犹大人在拜铜蛇的时候 更多联系到的是迦南宗教当中的含义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 留下铜蛇就会把很多人陷在网络中 所以西西家王非常的勇敢 他就断然毁掉铜蛇 除去犹大百姓信仰上的绊脚石 第三个重要的方面 在历代志下29章3到36节 历代志的作者也告诉我们 他曾经洁净圣殿 第四个好的方面 也是得参考历代志下 在历代志下的第30章中就讲到 他曾经与以色列百姓一起守月节和其他的节日 可以看得出 他对耶和华神非常的热心 若是参考历代志下的31章2到21节 他还推动了一些有关于献祭 祭司职务和圣殿工作的一些改革 这些举措 这些做法 作为一个君王来讲都很了不起 所以总的说来 西西家王所做的 是以色列历史上含有的 所以他的忠心带来了神极大的赐福 这就使得他在所有的征战方面都成功 第七节就描绘他 说耶和华与他同在 他无论往何处去 尽都亨通 第七节第八节 讲到了西西家王难得的外交上的勇气和军事方面的成就 在对外交往方面 他不惧怕亚述帝国的威胁 于是坚决不肯侍奉亚述王 另外一个方面 他成功的收复了在亚哈斯年间被菲利士人夺走的土地 经文说 是直到加沙并加沙的四境 从辽望楼到兼顾城 听到加沙这个城市 我们是不是觉得耳中很熟悉呢 西西家王征服了菲利士人 就打通了他联络埃及的交通通道 我们刚才提到过他作为君王的历程中 其中有一点让他不够尽善尽美的 便是他与埃及的特殊关系 在这一点上 神和先知以赛亚都不够喜欢 而同时 亚述帝国也以这一点作为攻击南国犹大的主要借口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段 亚述王西拿基利来攻击尤大 尤大王西西家向亚述服软 给亚述王纳贡 在西西家当政的时候 他最为重要的外交政策 就包括 第七节所说的 他背叛不肯侍奉亚述王 紧接着第八节 讲到了西西家对菲利士人的征服 而从第九节到第十二节 经文就再一次叙述了 北国以色列灭亡的原因 圣经中提到 这都是因为他们不听从 耶和华他们神的话 违背他的约 就是耶和华普人 摩西吩咐他们 所当守的 如果将第十二节的话 于第六节描绘西西家的话 就知道 北国以色列君王道百姓 与南国的王西西家 有着多么大的差距 在第六节的经文说 因为他装靠耶和华 总部离开 谨守耶和华 所吩咐摩西的诫命 第九节到第十二节 作者的意思是 因着北国以色列君王和百姓 不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 违背他的约 就是耶和华普人 摩西吩咐他们所当守的 所以他们就被神 所容许的仇敌所掳掠 而从十三节以后 就讲到了 装靠耶和华的西西家王 由于总部离开神 并且谨守 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 因而 在同样遭受到 亚述帝国威胁的时候 西西家却有着 不同的结局 北国以色列被掳的时间 是南国的王西西家 第六年 北国的王和西亚 第九年 紧接着 到了西西家王的第十四年 也就是主前的七百零一年 十三节的经文说 亚述王西拿基利 上来攻击犹大的 一切坚固城 将城攻取 我们从历史当中得知 此时的亚述王 已经不再是 撒尔根二世 而是撒尔根二世的儿子 西拿基利 据历史学家告诉我们 西拿基利来攻击犹大的 主要原因 是因为此时 犹大王西西家 与推罗和埃及结盟 不单不纳共 而且是与联盟国 共同抗击亚述 大家可以参考 历代之下的三十二章 一到八节 于是 西拿基利就派兵来镇压 从历史和圣经的经文本身都反映出 西西家所统治之下的南国 完全没有对抗亚述帝国的能力 因此一个又一个的城市被亚述人夺取 经文写到十三节和十四节时 耶路撒冷南部的城市拉吉 这是首都的著名的防御城 已经被夺取 犹大王西西家知道 若是继续的抵抗下去 下一步就是利拿城不保 接着 耶路撒冷就会陷落 于是王就派人到拉吉去见亚述王 他向亚述王服软 说 我有罪了 求你离开我 凡你罚我的 我必承担 于是亚述王 罚犹大王西西家 银子三百塔莲德 金子三十塔莲德 我们要知道 这里提到的金子和银子的数额 极其庞大 按照后来 考古学家 在亚述帝国前首都尼尼威 发现的有关亚述王 围攻拉吉的石碑上文字的记载 亚述王自己也声称 他供取了犹大的四十六座城 还掳走了二十万人和无数的财物 如果按照碑刻上的记载 西西家实际上并不是仅仅给了金银就了事 他给亚述王的供物 其中还包括大量的宝石 甚至包括大象的皮 和西西家王亲生的女儿 飞瓶于宫廷内的乐师 虽然此时 耶路撒冷还没有陷落 但是正如十九章第二节 还有以色亚书三十六章 一到二十二节的记载 此时 西西家王就像被关在笼中的鸟一样 在亚述人看来 他就是插上翅膀 也无法飞出耶路撒冷 按照十四节到十六节的经文 我们得以知道 当日亚述人向西西家王所要的 是极大数额的赔款 西西家就是拿出国库当中的所有 都无法赔付 于是经文说 当西西家王把耶和华殿里 和王宫府库里 所有的银子给了他以后 由于还是不够 西西家便只得 将耶和华殿门上的金子 和他自己包在柱子上的金子 都刮下来 给了亚述王 所以从这经文可以看出 西西家王现在已经窘迫到 极其可怜的地步 我们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可以看到 此时的西西家 已经陷在极大的惧怕中 在真言书29章25节中说 惧怕人陷入网罗 唯有倚靠耶和华的 必得安稳 西西家王对待亚述人的态度 也让我们想起 圣经当中主耶稣的话 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 岂不先坐下卓梁 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零两万兵来攻打他的吗 若是不能 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 派使者去求和西的条款 大家可以参考路加福音14章31节32节 西西家王如今是大敌当前 敌人就在门口 按照当时他信心的光景 他就只能向亚述王服软 并尽可能搜刮国中的财富 来平息亚述王的愤怒 但问题是 亚述王能够满意吗 接着让我们来看第三段 17节到37节 亚述王不满足于西西家王的贡务 西拿基利派遣了三个大臣 并带着军队向耶路撕压 劝耶路撕压的军民投降 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当中看见 西拿基利并没有因着西西家王 向他赔付了大额的金银而退兵 相反 他接着派了自己手下的三个大臣 还带着军队到耶路撒冷去劝降 很明显的是 西拿基利的野心是要占领整个的犹大 他所派的三个大臣 经文中分别叫 塔尔探 拉伯撒利和拉伯撒基 这三人率领的大军前往耶路撒冷 但需要解释的是 塔尔探 拉伯撒利和拉伯撒基 通通都不是人的名字 而是官衔的名称 这其中 塔尔探的意思是 亚述军队的元帅 如果此时 西拿基利是亲自率领着亚述大军 那塔尔探 就是整个亚述大军的副帅 而拉伯撒利 意思是太监总长 他很可能是王的禁卫军的首领 拉伯撒基是另外一位重要的官员 相当于亚述的国务卿 这位叫拉伯撒基的人能言善辩 后来向耶路撒冷的军民喊话劝详的时候 就主要由他来开口 圣经上说 亚述的大军停留在了上池的饮水道旁 经文中的翻译叫做上池的水沟旁 在漂布地的大陆上 圣经学者们告诉我们 这是一处在耶路撒冷城西北的稍高的地点 亚述人占据这个地方 是方便瞭望整个耶路撒冷圣城 另外 他们也是想让耶路撒冷守城的军队和民众 都能够看到他们的存在 因而起到震慑的作用 十八节说 他们呼叫王 可见亚述人非常愿意西西加出来 但是西西加本人没有出来 他委派了西勒家的儿子 家宰以利亚靖 并书记舍伯纳和亚萨的儿子 使官约亚出来见亚述人 在这里 犹大国出来的几个官员 基本上与亚述人的几个大臣对等 以利亚靖是王公的总监 舍伯纳是书记 约亚是使官 他们全是西西加王的核心幕僚 从十九节到三十五节 是圣经中记载的非常出名的 镇前喊话 这段内容包含有两段 十九节到二十五节是一段 二十七节到三十五节是一段 这两段的内容 是亚述的大臣拉伯沙基 劝耶路撒冷守城的军民投降 从拉伯沙基喊话的内容中 可以看得出他非常善于使用心理战术 他用了极其狂妄的言语 其目的是要打击耶路撒冷军民的信心 他说讲的有如下几点 第一点是十九节到二十一节 他告诉耶路撒冷的军民 倚靠埃及是没有用的 二十一节说 看哪 你所倚靠的埃及 是那压伤的芦苇 人若靠着杖 就必刺透他的手 作为同事当时的世界强国 亚述当然不愿意失去尤大 这一纳共国 他不喜欢尤大成为埃及的同盟 我们从圣经中也要知道 神和他的先知 就是当时的以赛亚和后来的耶利米 都曾一再的警告尤大人 不要与埃及结盟 但神不同意以色列人与埃及结盟 与亚述人不喜欢尤大人 与埃及结盟是不同的 亚述人是不愿意失去一个附庸 而神是不喜悦 他的民去投靠世界的帮助 实际上 尤大人民自己已经看见了 投靠埃及的结局 这个例子就是北国的和西亚 《猎王记下》第十七章第四节 提到正是他求靠埃及王说的时候 亚述帝国的军队 后来就灭掉北国 大家另外也可以参考的是 以色亚书三十章二节 五节七节 以及三十一章的第一节 但神不愿意尤大倚靠埃及 是因为神愿意他的子民 单单的只倚靠他 拉伯撒基所讲的第二点 是跟尤大的信仰有关的 但是他所讲的 让人觉得有些好笑 这第二点是经文的第二十二节 拉伯撒基的意思是说你们也不要倚靠耶和华了 因为耶和华神不会再帮助你们 其原因是 尤大的王西西加已经除掉了秋坛和祭坛 所以尤大王西西加这种举动 已经将耶和华神给得罪了 其实拉伯撒基说了外行的话 恰恰是因着西西加王如此的举动 他才得到神大大的喜悦 因此这第二点根本就站不住脚 只能是那些拜偶像的人 才会喜欢听他这一番话 拉伯撒基所讲的第三点 是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 这一点拉伯撒基所讲的很在理 因为若是从军事力量对比的方面 尤大国此时与亚述根本无法相比 拉伯撒基狂傲的说 我们不妨打一个赌 我给你两千匹马 看你这一面骑马的人够不够 这个意思是 在当时尤大人中 根本就没有足够的战士 可以与亚述的大军对抗 二十四节的意思是 你们连我们城谱中最小的人都打不过 亚述人说的是对的 尤大的军事力量的确软弱 但问题是 有一样他不知道的 那就是伟大的神会站在尤大一边 神的子民的军队 甚至可以不动一刀一枪 都可以打败敌兵的千军万马 第二十五节是拉伯撒基所讲的第四点 他说 现在我上来攻击毁灭这地 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 耶和华吩咐我说 你上去攻击毁灭这地吧 我们必须得说 此时拉伯撒基是尾貌耶和华的名 同时他也是使用了 非常有力的宣传的伎俩 而且透过拉伯撒基的讲论 也可以知道 他是一个信息十分灵通的人 因为就在当时的南国 神的先知以赛亚 早就已经警告过耶路撒冷 有一天 神会将亚述王带来 死地荒凉 大家可以参考 以赛亚书七章 七节到二十五节 还有八章的七节和八节 以赛亚还说过 亚述是我怒气的棍 手中拿我脑恨的杖 我要打发他 攻击亵渎的国民 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 抢财为卤物 夺货为略物 将他们践踏 像街上的泥土一样 大家可以参考 以赛亚书的十章五节六节 按我们今天的判断 当时的犹大国 一定有亚述国的特工人员 他们将以赛亚的言论 带回国内 以便来了解南国犹大的政治局势 无疑的 就连一个亚述帝国的大臣 都知道 犹大的神耶和华 对自己的百姓有愤怒 甚至借着先知来发话 要将自己的国民 交在亚述人的手中 那这在宣传上 岂不是可以很好的利用吗 但是拉伯沙基忽略掉一点 这也是他根本没有经验 也不可能知道的 那便是 以色列神的愤怒 向着自己的国民 是可以挪移的 只要他的百姓 子民 悔改自己的罪 向他们的神 切切的祷告 神就会来施恩 怜悯 拯救 和帮助 从十九节 到第二十五节 被认为是 拉伯沙基的言辞 一直是说给 西西加的官员们来听的 西西加的官员们 也非常的小心 他们不想 让亚述人的言语 传入 耶路撒冷军民的耳中 因此在二十六节中 他们就请求拉伯沙基 用当时 耶路撒冷军民 不能懂得的 亚兰文来讲话 但是二十七节 显示了拉伯沙基 对犹大子民的 深深的轻蔑 他强调 自己被亚述王拆来 不是仅仅 要向官员讲话的 他所说的话 那些城内的居民们 也必须听见 他将耶路撒冷城内的人 叫做 是吃自己粪 喝自己尿的人 接着 拉伯沙基站着 继续用西伯来话 大声的喊叫 一是要听 亚述大王的话 再就是 不要被西西家哄骗了 所以在二十九节 到三十一节 就连续出现了好几次 不要 不要 拉伯沙基 所讲的第五点 是三十一节 和三十二节 这一段明确讲到了 说若是犹大投降亚述以后 亚述人便会带他们到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就与本地一样 乃是有着五谷和新酒 粮食和葡萄园 橄榄树和蜂蜜之地 其实说白了 这就是被掳 犹大人已经有前车之鉴 虽然亚述人将那地描绘得像王道乐土 但实际上那地方无异于人间地狱 北国以色列人就是去到了这样的所谓的地方 一被掳去 就再也没能回来 拉伯沙基所讲的第六点 是三十三节到三十五节 这三节的内容显示了亚述帝国狂妄到了极点 拉伯沙基声称 列国的神都没有办法与亚述的神相比 那列国的神所庇护的国民全都败在了亚述的手下 那些国的神根本无法救他们的民 所以三十五节说 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 亚述人的意思是 耶和华最好投降 才能使得他的城耶路撒冷不至于遭到毁灭 三十六节三十七节告诉我们 在拉伯沙基狂妄的喊话的过程中 耶路撒冷合成的军民静默不言 并不回答一句 他们都顺服的遵行王的命令 不要回答他 实际上 西西家王所发出的命令是十分智慧的 对于这欲望又高傲的人 根本不必回答他 因为很快 神将回答亚述人 神将以十分特别的方式给亚述人回复 正如一位圣经学者说 唯一能叫亚述人明白的回答 是来自于神的超自然的审判性的语言 其实这语言就是来自于神的 对狂妄的亚述军队的审判和惩治 神即将要拯救帮助犹大国 他的百姓 好的弟兄姐妹们 今天《猎王记》下第十八章 我们就讲到这里 在大家读这一章时 请重点思想一下 西西家王的表现 圣经怎样描述他 称他是在他前后犹大猎王中 没有一个吉他的 这都是指着哪些方面 另外请大家重点思想 亚述王的大臣拉伯杀鸡的言论 他劝犹大人投降的六点 在里吗 好的弟兄姐妹们 愿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喜乐 充足的信心来到主面前 愿天父以他又荣耀又甘甜的恩典 伴随你和我生活和读经的每一天 在你我的生活道路上 有的时候仇敌也会像亚述大军一样 蜂勇扑来 无比的强大 让我们无法战胜 但让你和我今天就能学习 西西家王 一直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 我们就将一切的重担和难处 尤其是与仇敌征战的事 都带到主面前 相信吗 他必成为你我的拯救 你我的帮助 更成为你我的得胜 因为他爱我们直到永远 爱你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